花蓮人礼万善庙庆祝万善爷承圣公安座70周年 及白沙屯天上圣母安座三年的圆科活动 29号举行的绕镜仪式 除了白天在吉安乡以车队游行绕镜拜访各个公庙之外 晚间更是在六七丑化区进行市区金山脚沿中正路一路走到万善庙 县长徐正为亲自扶轮教出巡 而立委傅昆旗还有吉安乡游淑珍 也为万善爷承圣公扶教 引入过程吸引了很多民众关注 花蓮人礼万善庙庆祝万善爷承圣公安座70周年 及白沙屯天上圣母安座三年圆科活动 29号举行绕镜仪式 除了白天在吉安乡以车队游行绕镜拜访各公庙之外 晚间在六七丑化区绕行市区金山脚沿着中正路一路抵达万善庙 花蓮人现场许正为更亲自扶轮教出巡 六月傅昆旗以及吉安相长游淑珍 则是为万善爷承圣公扶教 一路过程请许多民众关注 以及双手膜拜祈求平安 我们这次万善庙 陈正空安座70周年 以及白沙屯妈祖三年圆科 所以说我们特別举办着这个绕镜的活动 一方面 庆祝我们人体万善庙70周年的一个周年庆 以及我们白兽神八祖来这边 相助我们的万善爷 能够在这边照顾我们的一般的百姓民众 所以说我们昨天就利用这个机会 在利用绕境的时候也告知大家 以后也欢迎大家到万善庙来这边参加 活动日容分为三天 第一天我们就是28号的晚上11点 就是来我们请天上众神来这边 来这边保佑我们大家 跟众神上座我们的预防大地 结束了昨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从8点8点30分就开始车游 鸡安箱整个境内 还有到我们各宫庙去参乡参访 晚上就到六旗那边集结 然后从6点30分 然后从沿着我们花莲的最精华地区 从中山路再绕到中正路 再绕到我的住家永城建柴那边 然后再来就是回到我们的万善庙 有点万善庙主委杨青基表示 人里万善天上圣母 即是苗里白沙屯 公天公天上圣母 今生分岭的天上圣母 这次又是三载圆科街主 也是苏孙非常 衷心感谢有公堂参赛盛事 记得转移化车为了